金庸武俠天地 以天屠龍記 李安求監製 吳偉榮編導 金庸原著 臨好改編 陳偉明錄音 並且由 簡偉安 李學斌 譚翠蓮 陳炳球 莫家驅 龍韻賢 溫泉 蔡雅閣等聯合播演 以天屠龍記第四十二回 現在開始播出 仙如通 你新中劇道 胡青牛救了你不得已 還替你結義甘藍 而你竟然害死她妹妹胡青羊 唉 胡青牛是明教中人 你身受明教大恩 今天你反而失領門人來攻擊明教 你真是禽獸不如 難為你還有面做華山派的掌門 好啦 我今天就要你知道我們華山絕藝 鷹蛇生死波的利害 張公 你要死了 我要奪你命 喂 為甚麼這樣 為甚麼鬼龍不動呢 仙如通 這次你知識其果 用線向我放毒 等你自己受下你放的毒 原來你這把線有機關 各位 華山派智庫名門正派 但是猜不到 他們的掌門用這把線放出古毒 亂不動 亂不動 各位不信嗎 喂 好 想看看這把線 線這裡寫著 華惡凌盡 削成四方 原有神女 是一玉彰 其誰由之 龍家雲上 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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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又有誰知道 這把這麼風雅的線 原來有一個放毒的機關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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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一棵花樹 那些花開得很美 但是 我開了這把線的機關 向著那棵樹撥幾下 各位 你們來看看 你去看 這些花藻 藻花藻了 漆樹撥過來 那些活藍 留下了 什麼毒? 什麼毒? 快點殺了我 仙魚掌門 你可以不用死了 我有辦法醫好你 可惜我不知道你線中所藏的是什麼毒物 你不說的 我就沒辦法救你 是金蠶古毒 金蠶古毒 快點殺了我 金蠶古毒 金蠶古毒 好 你把金蠶古毒藏在接線之中 那又怎會害到自己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快點殺了我 你知道的 是因為你把線中的金蠶古毒 放出來害我 但是就被我用耐力逼回去害到自己 試問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我 是我自作而 我自己 殺死我 殺死我 好辛苦 好辛苦 你快點殺死我 你不用死的 我可以救你 那 那你還不救啊 我懂得救金蠶古毒的辦法 你想我救你都可以 但是我問你什麼你要招實回答 如果你說半句謊 我就任由你受罪七日七夜 到時 你會欲難見君 你想一下是什麼滋味 你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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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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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在你腰硬這裡開個洞 把藥放進去 亂回去 就可以除去古毒 胡青牛 胡青牛 胡青牛以前都是這樣 依反我 那你說 你一生之中 做過什麼虧心事 我沒有 沒有 那你睡在這裡 七日七夜 不要 不要說 好 說 等一下 兩位是 聖珍的 我們華山派可殺不可用 你這樣對付我們 師儒掌門 怎麼算是英雄普安 兩位專聖大明 你不會問我們師兄弟的聖明 掌門 我們走吧 小心 你說什麼小心 我們要帶掌門走 原來兩位是師兄弟 為何一個這麼高 一個這麼矮 哈哈 我是三得高 人人都叫我高老者 他是矮老者 走開 不要阻礙我們 等一下 你們的掌門 收身都是道 誰碰一下他 就跟他一樣中毒 快點救我 唉呀呀呀呀 是我用金層孤獨 害死百門師兄的 是我害死百門師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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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除了這件事 我沒有做過虧心事的 你說百門 是要害死的 還是真的 白師兄 為何說是明教人害死 白師兄呀白師兄 你放過我 放過我 是師兄你別吵 是白師兄 是你 白師兄你死得好慘 但是 但是為何當時 你要這樣逼我 你就是要我說 我說出 小姐的事 但是 師父是不會搖廁我的 我所以才殺你滅鉤 白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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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師兄你放過我 放過我 放過我 真是瘦家 白師兄 白師兄 是我害死了你 是我害死了你 我唯有交禍給明教 給他 給他 但是 但是我燒了很多金銀衣紙給你 又做了很多法師 如今你還來拿我命 你一家大世 我也有照顧他們 他們有食有煮 華山派各位聽到了 白援白師父並不是明教所害 各位是怪錯了人 白師兄 你真是標準華山派的臉 我要殺了你 白師兄 你放過我 阻止我殺他幹什麼 師父和本教的伴侯 我們前來清理伴侯 用什麼來插手 在下答應過替他治好身上的古動 說過的話 不可以不輸 我殺他是我們的事 白師兄 貴派門戶紛爭 你們大可以返回華山 再處理都未遲 師弟 他這麼說也有道理 但你爛消我心頭之痕 救命啊 白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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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被你當中破壞了 我們兩師兄弟要替你搏命 沒錯 我們師兄弟要替你搏過 兩位前輩 華山派清者自清 俗者自俗 偶然出一個敗類 有何損貴派威名 武林中不肖之徒 各大門派君在所難免 兩位又何必耿耿於懷 啊 照你這樣說法 就是對華山派威名無損 沒錯 是這樣 師兄 這個小子都說不會損害華山派的威名 不如就這樣算了 不行 先除外母 再清悶烏 蛤 不是要打 華山派今天不可以勝得過這個聖爭的小子 那我們還怎可以立足武林 好 誓 聖爭的 我們如今要兩個打你一個 如果你覺得不公平的 如今可以認輸的 誓 師弟 你亂說甚麼 不要緊 兩個打我一個 最好不過了 但是 如果你們輸了 就不可以再為難命交 喂 我們兩個打你一個 你死定了 哈哈 我們兩師兄弟 有一套兩義刀法 變化莫測 聯力公地 萬夫莫敵 哈哈 我只是擔心 你要單打獨鬥 好吧 你既然肯一個對我們兩個 那你就輸了 喏 說這樣就這樣 不准反悔 決不反悔 希望老前輩刀下留情 哈哈 我刀下一定不會留情的 我們這裏 兩兒刀法 一師展出來 越洗就越西 不會跟你客氣的 但是這樣 我覺得你這個小子個人都幾好 就這樣就斬死你 又太可憐些了 嘿 師弟 你說小句行不行 啊 叫我講小句 哼哼 行 當然 當然行 我只是提醒一下他 叫他小心點 我們師兄弟 這套兩義刀法 乃是反兩義 每一招式都不是照常規的那樣 好了 別再說了 接招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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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得好 是 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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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師弟 你又幹什麼 師兄啊 他把線有毒的 熊咪兒那裏 那裏不是講玩的 沒錯 金蠶古道是劇毒之物 留在世上只有害人的 齊 齊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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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喏 你沒有了把線 就即是兇手的 不行 贏了你也不算是英雄 你去選一種兵器吧 那請問前輩 在下用什麼兵器好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這個小子挺有趣的 你喜歡用什麼兵器就用什麼兵器 要不要問我才行 哦 難道我叫你用什麼 你就肯用什麼了嗎 沒錯 我肯 好 我知道你武藝不錯 哦 肯定是十八杯武藝 見見皆能了 嗯 嗯 好呀 如果你要兇手和我們兩個老人家過招 那就不是挺好意思的 不要緊要啊 不行 不行 嗯 那我和你找件兵器吧 這樣做法是公平一點的 嗯 哈哈哈哈 有了 好 那 等你著數一點了 讓你用重一點的兵器 就用這塊大石了 好 哇 九石三八三斤 二三八斤重的 好 這件兵器都挺別致 老前輩原來想考我功夫 我就用這塊大石了 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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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請 嘩 嘩 你這樣都 好呀 得罪呀 喂 喂 師兄呀 真是假呀 難道還有假的嗎 嘩 嘩 嘩 武刀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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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o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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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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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招式呀? 師弟, 混沌一破 怪穴生盲, 兩而合的 引穴悔鳴 不行, 為甚麼不行? 你的兵器太好強了 這樣打法不公平 好, 既然前輩這樣說, 我就不用他了 沒手力了, 別的 你這樣拋高石, 想摘死我們? 你呀 對不起, 摘 兩位, 得罪了 好伸手, 這麼快就可以點我們的穴道 又解開我們的穴道 喂, 這樣不算數, 不行的 高前輩, 點不算數 呵呵, 你聽著, 你剛才是靠自己大力 你有力搬起一塊大石, 但是, 不是照式贏了我們 好, 那我們再比過 呵呵, 再比過都行, 不過就要想個第二個辦法 不是, 整天都有你著數的, 我們輸了都不幸福 你說是不是? 是的 還說不幸福? 你們兩個打一個, 自己著數了, 還說人家著數 呵呵, 你這四妹釘, 你知道什麼? 你呀, 我們老人家食鹽多過你食米, 走橋也多過你走路呀 你… 閉嘴 閉嘴 喂, 姓曾的, 如果你不服的, 那就不要再比試了 哦? 反正正說這個回合你沒有輸, 我們兩個又沒有贏 這幾年到, 即是大家打個平手而已 嘿嘿, 不如這樣吧, 再過三十年, 我們再比試過, 好不好? 嘿, 師弟, 不要再說那麼多了 勝贈的, 我們認輸了 你要怎樣處置的, 隨便你 兩位, 在下筆過斗膽調柱貴派和明教的過節, 並沒有其他意識 兩位, 請回 蛤? 這樣不行, 這樣就是想走 嘿, 不行的, 一定要想過另一種比武方式 這不是臨陣退縮的嗎? 蛤? 這就是走隔不休息而已 喂, 你們兩個欺負一個還不夠, 輸了還說風涼說話? 小超, 依前輩的意思, 應該怎麼做? 問我呀? 好呀, 告訴你 我們華山派這一套反兩而刀法是絕藝實功 正說你都知道, 厲害到極了 不過這樣, 你還未知昆倫派有一套正兩而劍法 哈哈哈哈 他們的劍法, 變法之精傲, 和華山派的刀法是一時餘量的 高前輩, 那又怎樣? 哈哈, 怎樣? 嘿, 如果我們的刀劍合一, 正所謂兩而花四象, 四象生八卦, 然後就陰陽雙條, 水火互製 哎呀, 啊, 真是威力太強了, 你抵擋不住的 哈哈哈哈, 是嗎? 是真的呀, 你不敢試呀? 好, 昆倫派哪位高手肯出來刺駕? 嗯? 有呀, 昆倫派, 除了鐵琴先生兩夫婦 我怕沒甚麼人夠資格跟我們師兄弟聯手了 哈哈哈哈 哎, 不知道鐵琴先生何掌門, 有沒有這樣的膽量呢? 哈哈哈哈, 那幫佬說的傻又傻不得了, 想昆倫派幫忙啊 哈哈哈哈 別笑著, 我知道昆倫派何太聰兩夫婦 不敢跟你動手, 這樣就好難怪的 他們的正兩兒劍法雖然幾好, 不過就呆濟些 比起我們華山派的反兩兒刀法 哈哈, 是差一點點 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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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華山派的反兩兒刀法也算過得去 謝謝… 這個高老頭也說得對 我們就四個跟姓曾的小子過一招 切磋坤倫華山兩派的武功 他… 你怎麼這麼面善 他就… 兩位 我們以前的事要不要說清楚 我就是曾阿牛 曾小俠的武功大盡真是可喜可學 請出手指教 九樣何大聰夫婦兼法通神 希望手下留情 曾小俠 這次你又用什麼兵器 這裡有一棵梅樹 我就用一支樹枝 用樹枝做武器? 用樹枝? 在下就用這支梅枝做武器 領教華山派、昆倫山兩派的高招 他… 有搞錯呀? 樹枝怎麼兵器打呀? 是呀… 樹枝怎麼行呀? 曾小俠 原來你沒有把華山和昆倫兩派的功夫 好方在眼內 在下聽先父說過 當年昆倫派前輩何足道先生 琴劍旗三絕 世稱昆倫三勝 只可惜晚輩出生太遲 沒機會占養前輩的風法 實在覺得很遺憾 什麼? 你看我不起 拿你命 三公子 小心呀 剛才一節以天屠龍記第四十二回 是由李安球監製、吳偉榮編導、金蓉原著、林浦改編、陳偉榮錄音 現在已經播放完畢